在市場平衡之下有什麼可以追求呢? 除了主題形式或者估值收復之外 可以留意一下業績股 例如說什麼呢? 1.1.3公佈了業績 股價表現是不錯的 在近兩天來說 今天是繼續升上2.5% 昨天同樣表現相對上不錯 公佈出來為何令市場有多收貨呢? 因為股東的應戰入力增加了3成 還有在派息方面 其實這給了市場上一定的驚喜 它也增加了22%的水平 再看回收入或者日利方面的breakdown 最主要是持續經營方面 其實都是相對上穩定的 無論是租務也好 酒店也好 其實這些是相對上穩穩定的 物業銷售方面 接下來都會繼續有樓去買 這個之前是虧得很金的 一個手管業務 因為英國方面 你慢慢的防疫措施都已經清除了 你當然也是害怕的 因為其實都是多 那種數是未恢復熱情之事 其實實際上你還是慢慢pick up 而且你最糟糕的情況 都應該是過了 另外其實你買了基建方面的東西回來 對於基建持續的平穩收益來說 其實也會有幫助 所以你看到的可持續性的收益方面 其實是會越來越好 地區方面也會比之前更加分散 令到整體市場的體系 對於個別不同地區的影響 會有一個分散 以及持續性會有一個更加高 相對上是怎樣呢 所以判施應該都可以說得到 可以慢慢慢慢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真相 有些是失望是什麼位置呢 其實有些人是失望的 只是說他沒有怎樣承諾回購 但其實他也是很開放的 而且他也是會回貴股東 所以相信你整體場合 是他會做回購的情況 都依然會做 而且你看到他 其實他之前也會繼續去賣東西 賣完一些東西 他也會收回一些錢回來 當然他也會做一些收購 但他手上有些更加多的錢 他同樣會怎樣呢 會繼續回購 會繼續去拍息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在現階段 未必想去保持一些 或者本身手頭上 可能不少人都有拿著一些科技股 或者其他一些主題式 可能金螺股也拿著 想去分散一下 用一些穩穩便宜 又有機會回購 那個息率又叫做賽股分 我覺得長和系的股 其實都是依然可以留意的 其實現在一段 也是可以去看 那怎樣做呢 因為其實他業績之後 其實他飆了上來 我覺得大家可以等一等 等他有機會補回下面 這個少少的上升年口 捉住50元這個水平 才去收入 這樣我就覺得 可以不妨去等一等 上網我覺得可以看到在哪裏 可以看到50萬或60元這些水平 因為即使你去到60元 其實他的資產折扬都是6成的 那向下的話 我看著兩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就是總量力的低位 這個低位 在Igon是47.2 這個水平 但其實你47.2 從Igon是50元去買 就不是差很遠 除非你真的比較害怕 或者比較保守的朋友 你看到他跌穿的話 你去看一看 走一走 其實我都覺得是無防的 未必是不可以的 因為你抽完上來 整固完之後 因為他跌之後對板 但暫時又有問題 就回穩回 沒事沒有說 其實不應該穿回之前的低位 另外 如果你真的可以防守性高一點的話 我覺得可以放低一點 再放低一些 之前他把星上來的 四個低位 44.15的位置 所以你就暫時看著 47.2和44.15 這兩個位置 可以去留意一下